中共对谣言这个分类 主要是基于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维稳 比如说你只能说好的 推牛拍马屁是可以的 像这些五毛这些不要脸的 连没有求此心的 他们这些话就说 天天就胡吹了 习近平给世界殖民方向 一大大千年一地 这就吹到牛 完全心不跳脸不红的 吹牛是没问题的 就完全不是谣言 在中共国你说这些无怪痛痒的 也不是谣言 那完全是假的 你也不是谣言 最严重的谣言就是什么呢 所谓政治类的 你比如说 揭露雷锋的 之前我们讲过 学习雷锋这种话题 对不对 揭露这些中共历史上 受到那些英雄形象 什么董同类 保险那些那些 抢窗 不能代言 这些你都不能去 不能去说他们一个真相 你不能提他们真实故事 如果一再提了 你就变成了什么 严重的 严重的赛普谣言罪 可能就会被抓起来 当然了 还有更加严重的揭露 所谓的谣言罪的 就是什么 揭露中共领导们的 这些真实面目的 最高级的 你去讲这些中男生的老杂毛什么的 那他们就拼了命的打击你 有这个事情 你把你搞成家破 能够安慰者 你把你抓起来 都要死你 这就是 当然包括还有你 比如说老毛如何后事 这些领导人 财务多么厉害 都会被当成是 战苦恶意的谣言者